拿什么都能开玩笑 那可是生活中确实很多事 你就是可以用这个态度去面对的 其实好多人还指责我 你老说人于谦 我这 我开始真的在 接受不了了 不不 我开始真想说 于谦老说的父亲 我真的然后来发现 根本不是 开始真听认真了 我最早小时候学艺 我学的是捧根 我也是站桌子里面 人家老说我 他爸爸如何 他们家如何 还没有办法 两个人站在台上 一定要最快速的 把观众带到故事当中来 不像电影 他演个老头 他演个媳妇的 我们这没有啊 全是一张嘴 所有的连九个 故事全是虚幻的 一定要最快 我们俩站在那 非说这一个人 是什么住云南 王大爷如何如何 这观众脑子那么转 犯不上 就是一指 就是他爸爸 时间长了 他也信了 我也信了 大伙也信了 挺好 这个艺术 这个有的时候也挺好玩 关键观众听着听着 他认为我挺不尊重于老师 就说明我们这是真的 说的太像真的了 但是台下碰见 于老师的父亲母亲 我特别尊敬 而且也有一丝 歉意识的 挺好玩 你什么时候说个相声 咱俩合作一回 行啊 真行 视频前的你 如果在男性持久力 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 358163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 延时二十到四十分钟 补肾壮阳 延时助博 增强夫妻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 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 358163379 我们俩其实特别好的一个互补 我这个人呢 台下跟台上不是一回事 我特别内向 可能你其实 你们信吧